这是一个终结了唐朝盛世的历史妻人 也是一个荒淫无大罔顾人伦的恶人 也是最终被亲儿子赐死的可怜人 这就是大唐绝末人朱温 那么朱温究竟是如何终结了唐朝 又有多么好色罔顾人伦 为何最终朱温获得如此下场 欢迎点赞评论收藏 长点赞三秒有惊喜哦 朱温的开场 就像所有人一样平平无奇 朱温是草根出身 但是父亲能教书 家里也勉强算书香门底 但是朱温却从小就对出不感兴趣 反而是比较喜欢骑射 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毕竟当时是唐末了 各地群雄并起 有点武衣傍身也是好的 不过朱温后面就仿佛开挂了一样 在加入皇朝的起义军之后 朱温冲锋勇猛 根本不怕死 皇朝很高兴 提拔朱温做高官 但是皇朝起义在唐朝停军的打击下逐渐示威 朱温见识不妙 果断逃奔唐朝 那么为什么朱温还会成为唐朝的掘墓人呢 历史上欠投名的人并不少 但朱温显然不是 唐熙宗也太高估自己了 朱温转投唐朝 不过是借助唐朝的力量 扩大自己的影响 很快朱温就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军方 也就是在这时 朱温的残忍开始显露出来了 朱温由于取唐而代之 于是扶持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唐埃帝上尉 将唐埃帝的九个兄弟和唐朝的大臣全部灌嘴勒死 扔到河中 又残杀唐埃帝的母亲 一不高兴就乱棍打死卢生 朱温究竟能有多好色 在朱温自立为帝 建立后粮之后 就彻底崩坏了 成了天下之主 朱温好色的本心暴露无遗 看上什么女人 就一定要搞到手里 无论是大臣的妻女 还是自己的儿媳妇 其实当了皇帝 权力已经够大了 朱温想要什么样的美女找不到了 但是朱温偏偏就不 他就喜欢折腾自己的大臣和自己的儿子 据说朱温有一次到一个 名叫张权义的大臣家中避暑 本来君臣相谈 还是相当愉快的 但是朱温晚上克制不住 就将手伸向了张权义的妻子 朱温在张权义家里住了几天 一天都没闲下来 张权义的妻女 家里的仆人都被朱温折入 张权义痛苦不已 但是碍于朱温是皇帝 只能什么都不说过 除了大臣的妻女 朱温也不放过自己的儿媳妇 朱温作为皇帝 他的儿子们身份也水涨船高 娶来的妻子 当然也是个个冒昧 于是朱温经常借口 将自己的儿子们支出去打仗或者巡查 趁机召儿媳妇进宫来服侍自己 朱温的儿子们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只能说有其父必有妻子 看见朱温这样做 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让自己妻子多多进宫 为自己美颜 好让自己能变成太子 如此耻辱的作为 实在是令人发指 朱温当然是赵丹全寿 朱温这么禽兽的皇帝 最终下场如何 可能就是所谓的天道报应 朱温的下场 就是被自己的儿子刺死 你以为这是一个耿直的皇子 终于忍受不了老爹总是侮辱自己的妻子了 那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 朱温的儿子不算少 但是最宠爱的是一个名叫朱有文的儿子 而这个朱有文 还不是朱温亲生的 只是收养的 朱有文文物双全 深得朱温信任 而且朱有文的妻子长得十分冒昧 是所有儿媳妇的 朱温最宠爱的 为了让自己宠爱的女人 得到皇后之位 朱温准备把皇位传给朱有文 这个消息却被亲儿子朱有闺提前得知了 本身朱有闺就对朱温不满 让自己的妻子去伺候朱温 也是为了太子之位 骤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朱有闺差点被气死 觉得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于是一不坐二不休 决定发动兵变 直接刺杀朱温登基为帝 朱温根本没想到 儿子会有反心 很轻易就被刺死在自己的床榻上 朱温就这样结束了荒唐的一生 其实最初的朱温还没有那么荒唐 因为朱温的妻子 是一个名叫张慧的女诸葛 张慧为人聪明机敏 长得美丽 又有阶级朱温的人情 所以朱温对张慧极其尊重 甚至每次军国大事 都要询问张慧的意见 只可惜张慧早逝 没有嫌弃管教 朱温彻底放飞 也招来了杀身之祸 欢迎点赞评论收藏